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Nikki带你飞 我在昨天的影片呢 就有提到了这个简单分析 简单盈利 那在里面也有提到了这个Appcoin的走势 如果你有兴趣呢 记得要去看我的这个分析哦 那我们下来看比特币的一个小时图 现在这个影片呢是紧急分析影片 所以不会很长 那最主要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去关注这个阻力位置 你看在这里 这个阻力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也就是在这个39900哦 这里这个位置呢 是之前很关键的一个支撑阻力位置 现在呢 它正要挑战这里的这个位置 所以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要是可以突破站在上方呢 接下来将会继续的上涨 那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之前前高 一直没有成功突破的位置 就是在40794这个位置 所以它上涨到了这个位置 没有成功突破呢 也是有很大的机会呢 就是继续的下跌 因为现在还是下跌的趋势嘛 所以做多呢 一定要设置好你的止损 那我在昨天的影片也有提到啊 我有告诉我的会员呢 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去进入这个多单 然后目前呢 是要去关注它能不能突破的 如果说它没有成功突破 在一个小时呢 也有这个小的一个上升邪性 如果它没有成功突破呢 大家就要去关注了 有可能会继续的下跌 那下跌的位置 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个 Fibonacci 那我的看法 它要是跌破 可能会在这里测试0.618的这个位置 然后再重新的挑战 能不能突破继续的上涨 那现在整体的走势都还是以下跌趋势嘛 但是在一个小时呢 其实都可以去找这一些短线操作的机会啊 所以现在大家要去关注的呢 就是39900这里这个位置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在这里是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的 那目前我们可以打开这个亮能来看 你看它的这个多头亮能呢 是还没有出现的 所以待会要去关注 要是它突破 有没有出现这个多头的亮能 如果没有出现呢 有可能会出现这一个假跌破 那要是出现这个假跌破 回到来下方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进入你的空单 也是可以 所以现在要去关注的 就是这里这个位置了 好 那我们先去看以太币 好 在我分析以太币之前呢 昨天有很多人就是电邮来问 要如何加入会员 就是在这里点击加入 代理非会员 点击这个加入 如何进入这个discord的群组呢 看到这个社群吗 点击这个社群 你就可以看到discord的链接了 好 来到以太币四个小时图 我在昨天的影片呢 就有告诉大家 这个下降血型了 突破呢 就是看涨的 那现在呢 它正要去挑战 这个很重要的主力位置 我们就看它能不能突破 也是一样的 当它可以突破之后呢 要去关注就是前高的这个主力位置 就是在3026这个位置 要是没有成功突破 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假突破 继续下跌哦 好吧 所以现在整体的走势呢 都还是以看空为主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做多 止损呢 一定要设置好 那我在昨天影片呢 也有提到我在我的会员区里面呢 就是我告诉我的会员呢 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去进入这个多单 那目前要去关注 如果它在这里没有成功突破 那也就是说 它还会在这个下降血型里面呢 继续的盘整 之后呢 再出这个方向 好 那大家可以去关注哦 在这里这个位置 好吧 那接下来要是可以突破 再突破这个主力位置呢 接下来将会继续的上涨 那下一个的这个目标价位 是在多少呢 就是在这里 之前前高的位置 3153 好 那我紧急分析就到这里了 大家赶紧去布局 你接下来的这个短线操作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哦 这一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